78日号称猛男队的顾佑铭和浩文 照进浩恋拳赤博上阵 大秀好身材 昨日第24届香港书展开幕 猛男队成书展最大赢家 获神秘富豪豪至335万港币 购买上万本写真 只为得到顾佑铭的当面道谢 看来如今真是男神当道 不过这位如此好男色的富豪 到底是谁至今还是个谜 公司同事会安排我们去见面 大家玩的时候应该会跟他吃顿饭吧 还没有知道 但是我们会我们自己 然后会发现吧 因为我们会去吃饭 还是什么东西见面一下 顾佑铭被封亚洲第一男神 因为长相酷似黄孝明 又被称为大号黄孝明 附近书展成超级大明星 平日里也是相当受欢迎 而且男女同时让人羡慕不已 顾佑铭更自爆 曾有微博粉丝愿意出50万 但包他出去旅游身价 可谓是相当不菲 会让很多男孩 很多女孩也喜欢我 尤其是男孩 他们会在我的微博上面 给我去留言 说他们希望能够 跟我一起去吃饭 然后他们很喜欢我 然后他们希望能够 跟我一块去旅游 然后甚至说 他们愿意花很高的价钱 请我出去 曾经有说50万 说让我一块去旅游 然后我觉得OK了 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自己可以去挣的 香港书展上有不少嫩魔 为抢销量 漏肉漏点 起招评出 让三大型男 打呼受不了 纷纷透露 不排除出下一本写真集 看来粉丝们又有福了